來冠田 因為就這個市民來看 就會覺得樣樣都以這個新北市民 所以深藍之者現在是不忍了 那同時呢 要求站立 這個侯友宜有多少站立 但是朱立倫今天的受歡迎 也特別又在呼籲 藍營要團結 這又在影射侯友宜 在看起來朱侯兩個人 其實心結不只是深而已 是深不見底 沒錯 3月4號南投第二選區的補選 其實是讓朱侯之爭的 這個爭鬥 台面化 這已經是事實 但是如果大家再問說 到底朱立倫會不會提名侯友宜 我覺得有個關鍵的時間點 這兩天有傳出說 國民黨可能是6月提名人選 我稍微講一下 我認為不太可能是6月這時間點 可能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3月到4月初 這個時間點是在新北市議會 定期會開議前 假設在這個時間點提名 那就是早一點 那晚一點的話 就是等6月到7月初 7月初新北市議會的定期會才結束 所以現在就兩個時間點 我認為是3月跟7月 如果朱立倫決定提早是3月 我認為在朱立倫的心中 沒有這麼支持侯友宜跟不提侯友宜的機率就升高很多 因為侯友宜他很難在3月的時候直接講說 不管是趙少康還是一些藍營的人講法說 我就是要選了 我就要參加初選 為什麼 大家想一個狀況 侯友宜在5月6月份在新北市議會 我們面對所有的市政議題 都會瞬間跟國政兩個角色會有衝突 我舉個例子就好 在2021年的四大公投的時候 後來有一個冒出來旁枝的議題就是核二廠的幹事儲存潮 侯友宜的立場以新北市長來講 他是不發幹事儲存潮的證照的 因為他不希望核廢料繼續留在核二廠裡面 這是新北市長角色 可是依照核一廠核三廠 甚至本來的核二廠規劃 永久的核廢料就是放在原子嘛 如果侯友宜變成總統這一題 在新北市議會他是總統候選人 他要表態了 他的角色是新北市長還是總統候選人 這會有衝突 我再舉這兩天 大家不是在講說基隆捷運啊 謝國良擺爛嗎 中央已經補助73.7% 然後謝國良說不行你要全補 侯友宜如果是新北市長 而已他可以講風涼話 中央應該要支持啊 他是總統候選人 他可以把一個基隆捷運 已經補到比其他都多這麼多了 他還講說補得不夠多 他會角色上衝突跟矛盾 所以我認為如果朱立倫 後來已經經過週中妥協 願意提侯友宜的話 我覺得是會往提名的時辰往後延 可是依目前的局勢來看 每一天侯友宜在大小的不同事情 都在失血當中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侯友宜就算真的撐到七月 朱立倫提名他 他會面對一個超級重大的課題是 侯友宜過去這幾年來的高民調 是立即在他跟國民黨切割 他說新北市長做好 選擇跟國民黨的人事物保持距離 可是七月之後他會面對到的是 總統候選人 我怎麼跟新北市政保持距離 其實我覺得他從現在開始 就不能跟國民黨做切割了 他如果要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好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切割的結果 就是藍營支持者的高度反撲 現在已經反撲了 我們這晚時程往後面講幾個月 你想一個狀況 在總統大選白樂化狀況底下 十月十一十二月是三個月 正常是新北市政府跟議會在做什麼 審2024年的年度總預算 一千九百多一塊兩千億 侯友宜到時候他老實講 如果是總統候選人 他不可能省啊 他只有兩條路 請假或請辭 觀眾朋友我們先想像請假 朱立倫在新北市長 那最後請假那兩個多月 是被新北市議會罵到什麼狀況 所以後來年代對他總統的民調 也有影響嘛 因為你所有市政的議題 因為你離開這位置 馬上變國政議題嘛 你連新北市長都做不好 你落跑 第二個 有人說他可能會請辭啊 我覺得請辭那個後座用力 可能就更大 有可能變韓國瑜第二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整個國民黨現在在內部 也是要評估好 就是說你看喔 一個三月四號 只是侯友宜沒有去幫林明珍 輔選 後座力就大到這樣 侯友宜到時候面對 把新北市政放下 跑去選中這件事情 後座力會不會很大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要評估的點 最後一個我要講喔 現在國民黨內講 戰利子這件事啊 我後來對戰利子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是為黨的貢獻啊 而這個事情 其實從立委跟總統一定是一體的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內 現在一種聲音就是覺得說 欸其實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你說不管像葉延之議員 雖然意見常不同 可是葉延之議員在重大的 關鍵時刻戰役 是為黨兩邊對幹啊 然後兩邊兩邊互相攻防啊 可是對照起像很多的民意代表 國民黨願意這樣做 國民黨內其實是有一些人 每天歲月靜好 顧自己的事情 那這個對黨的貢獻就沒有這麼高 那這樣子貢獻沒有這麼高 就在講侯友宜 對不對 那對照起其他人 朱立倫 你看朱立倫 朱立倫雖然民調不高 可是他幾次的戰役 他一個黨主席 下去衝 然後下去戰 粉身碎骨再所不辭 但是國民黨內也會有這種反擊 所以你這個戰力只足以去評估嘛 對 很難啊 很難 但是這個難就難 在客觀指標無法評估 最後跟他講啊 就是說初選的問題啦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有一種聲音 就是挺猴的人都講說不要初選啊 但是我是一個民進黨的從政同志 我一貫以來的想法就是都一定要初選啊 國民黨你要能夠不初選 直接徵召的唯一正當性是什麼 就是萬眾一心支持這個人 對 可是很顯然的國民黨內 現在沒有萬眾一心 沒有 我剛剛喊的已經一堆人了嘛 韓國瑜 盧秀燕 郭台銘 朱立倫 侯友宜 大家都有機會 人的沒把握 還有王金平 王金平冒出來了 對 所以一堆人嘛 所以你不初選你怎麼扶仲 那以民進黨 我覺得我跟大家講我們的態度 賴清德主席現在態度很清楚啊 賴清德很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的總統參選人嘛 但賴主席的態度是 他到時候去登記 歡迎如果有挑戰者 有初選機制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 是不是比較一個民主常態的發展